好了,今天我們主要有兩大件事想學的 今天我們講一個叫做Personal Letter Personal Letter 講得明白一些,我們待會第二版會看到 寫給你的朋友的信件 現在當然不會見到信件 這個也是統稱 現在的考試題目當然是在用這個字 但是一樣道理 現在只不過我們因為大家都不會再寫信 考試都是與時並進的 還叫你寫Letter好像很過份 所以名字仍然是Letter of Advice 或者Personal Letter 但是其實那個模式應該不再是一封書信 透過這個Personal Letter 其實我們學了兩件事 就是怎樣去作推薦 其實這些句式不單是寫在Letter of Advice 或者是Personal Letter 其下很多的議論文、說明文 其實都可以用到Making Suggestions的句子 我們今天主要看這一件事 Grammar上面第四個Point 就是一個很淺的Grammar 但是很多人都搞不定的 就算你英文拿著Level 4、5 都搞不定的 就是那個SV Agreement Subject Verb Agreement 好的 我們看看由第二版開始 好的 第二版有一個題目 今天我就不會特別用這個題目 只要用這個題目 其實去講一下一些句子結構 這個題目就說 你有一個好朋友 Joseph 就在英國生活 他就來考試了 他就來考試了 但是他媽媽很擔心 因為他經常 very popular with girls 很多女生想認識他 其實很受歡迎 他就來考公開試了 那怎麼辦呢 他媽媽就很擔心了 所以你就想寫個Letter of Advice 去給這個朋友 其實就去講一下 究竟我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專心讀書 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一種的信件 又叫做什麼呢 又叫做Letter of Advice 又叫做Letter of Advice 那現在大部分 如果他叫你寫給你的朋友 那些的書信 其實都是 有些問題出現的 譬如2012年的時候 待會我們都會看到那個 例子的 那就是說 你的朋友要見公 那他找到一份書記公 要見公 那有什麼要準備 有什麼要注意 那我們寫一個信給他 那所以呢 其實這兩樣東西 很相似的 如果你看到一個題目 你寫Personal Letter 大部分時間 都是寫著這個 Letter of Advice 還有呢 兩個其實都 不需要太平常的 如果他擺明 是說他是你的朋友 那當然是不平常 但是如果 他就這樣說 你是一個報紙 或者雜誌 自己的一些專門 幫別人排難解分的編輯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現在你收到讀者的來信 那 稍為要荒謬一點 是嗎 稍為要荒謬一點的語氣 但是呢 都不應該是 好像一個 爸爸媽媽 去教訓 去教訓那個讀者 應該不是這樣的 OK 所以呢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 看這個問題 OK 還有呢 嘗試一下 待會都會寫 類似的作文 OK 好 繼續了 那 剛才都說了 這篇文 其實這個題目 其實我不是很想 故意去說些什麼 OK 我都brainstorm了少許 如果有些題目 會考 或者是 考評局 有沒有考過一些 講感情啊 男女朋友的問題 這些這樣的事情 會考是有的 OK 會考有一年有一題 就是考過 你的同學 你的同班同學 暗戀了一個同學 很久了 這樣 你就給他一些意見 應該是怎麼做的 這樣 會考是出過一次的 然後一路 又沒有類似的題目 不過這個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 怎樣可以去 講一下 究竟讀書 比較重要 還是去social 認識女生 比較重要 我們跳到第三版 OK 我主要想用這個題目 去做一些例句 讓大家明白 什麼叫做making suggestions OK 我們有幾個不同的方法 去給予意見 第一個最簡單的 當然就是用modal verbs 語氣詞 語氣詞其實只有幾個 什麼can will suit may 只有這幾個 這樣的詞 OK 但是他們的作用是什麼 尤其是當你給予意見的時候 我們看看這兩句句子 sentence one 和sentence two 如果我只是這樣說 you put all your effort into preparing for public exams OK 有什麼果效呢 聽起來或者看起來 令到個人有什麼感覺呢 這個是一個present simple tense 簡單現在式 我們學時式那一課 其實就講了這些時式的東西 簡單現在式 就是什麼 就是truth來的 是嗎 OK 100%對的 那就是說 無論任何情況 OK 無論任何情況 請你全副心機 去準備考試 其他事情不要想 OK 一定對的 一定對的 那這個語氣是很strong的 OK 這個語氣是很strong的 其實如果你想很強硬的 去給一些建議 或者甚至乎 應該是命令 其實你不一定要用must這個字 OK 簡單用一個簡單現在式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truth 其實你也是在說 一定是這樣做的 這樣做才對的 OK 但是你寫給你的朋友 是嗎 你想叫他 不如你做一下這樣做那樣 不如你給點心機讀書 那你是不是應該是友善一點 是嗎 有善一點呢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就是 用可能是shoot這些字 加了一個shoot字 其實整個語氣很不同的 OK You should put all your effort into preparing for the public exams OK 你要全副心機 是嗎 你要全副心機 去準備你的考試 OK 去準備你的考試 OK 這樣呢 這個聽起來 就舒服一點了 OK 你只是說 你不如 你應該要這樣做 OK 這樣的意思 好 這個部分 其實 只是說我剛才所說的 但只有英文 OK Sentence 1 是很硬的 Rigid 就是很硬的 好像order 所以我們就應該用sentence 2 OK 好了 那有多少個字 是可以這樣用的 其實有多少個字 有這些modal verbs 我們是可以去 make suggestions 其實基本上 差不多全部都可以的 不過最常用的 應該是這幾個 OK 還有這個 應該是最常用的 OK 因為這個語氣 又不是很strong 如果你是很強硬的語氣 你覺得一定要做的 你一定會用must的 OK 你一定會用must的 OK 但不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友善的態度 是吧 就算老師現在都不會是很強硬的 你不可以犯校規 你不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現在老師都不會這樣 爸爸媽媽更加都不會 是吧 我們都是用suit多些 OK you could 跟suit有什麼分別 這個 多數都是 如果用cuit的話 多數都是 一些事情去做的 OK 因為can 或者cuit 你懂不懂做 你可不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是吧 所以 它跟suit的分別 就是 如果你用cuit的話 譬如這裏 try to read the passage before the lesson OK 即是要遇襲 其實要遇襲 其實要遇襲 是實際去做一些事情 實際去做一些事情 我們會用cuit這個字 都可以的 而suit不一定的 suit 譬如專心一點上課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in class 這個不是真的要去 要你去做些什麼 你不是一定要去 好像這裏 你要看書 或者你要看文章 OK 不是這樣的 所以suit和cuit 就有少少的分別 OK 又或者 can 其實比起cuit 這裏其實不是說 一個過去式的cuit 這個也是出於禮貌 polite OK 出於禮貌 你就會用cuit 或者suit OK 而can的用法 就是 你覺得那樣東西的 有用程度 是好些的 OK 你覺得那樣東西是挺有用的 其實我也挺推介 就是 同學仔 如果你想考試高分一點 you can do 什麼 你可以去試試做什麼 這個呢 會比起我用cuit 我會覺得 應該要試多些少 應該就是值得我試做多些 就是用can的 未或者迷 這兩個也是 這兩個也是比較禮貌的說法 OK 都是 你不如嘗試做些什麼 我們可以用未或者迷 迷 迷 也有一個含意 如果你make suggestions 而你是在用mike 這個字 其實我有個feeling 就是 你其實也不太知道 這件事是否可行 OK you might try OK 譬如這裏 you might try putting more salt OK 那就是 放多些鹽 好喝點 會不會好喝點 我也不知道 OK 那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mike OK 所以你見到 其實modal verbs 去給意見 其實是很簡單 很多時候都用得到 但是原來我們用不同的modal verbs 都有少少在意思上 或者在層次上 都有些分別 好了 下一版 我們說說這三個字 喂 這三個字其實是非常之糟糕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去告訴同學 就是中文和英文的一個很大的分別 如果你查字典的話 這三個英文字 其實都是只有一個中文的意思 就是我建議 是嗎 我建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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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不如我們看看他們的名詞 先 我們看看他們的名詞 名詞 名詞 有什麼有趣呢 Advice 和Recommendation OK 首先我們看看這三個詞 這三個詞 有兩個詞是可以數 有一個詞是不可以數的 OK 哪兩個? 我們用另一個顏色 我們用綠色 OK 好了 它可以有s 它可以有s 但是它呢 它呢 是uncountable noun 首先原來 名詞都老老老教教了 OK 名詞呢 原來呢 有兩個是數得到 我現在有三個建議 OK 3 suggestions 但我原來不可以用3 advice 那是錯的 3 recommendations 可以嗎 又可以 所以首先呢 它名詞 已經有少少的分別了 好了 另外他們的動詞 我們看看下面幾個例句 好了 大家都通用的 就是 最簡單 你用一個 你follow 一個that OK 你follow一個that 這個呢 這三個 用法 基本就是一樣的 就是我建議你去做些什麼 OK I suggest that you should 做什麼 I advise that you should 做什麼 又或者I recommend that 你要做什麼 這個是最保險 就是我們用一個dead clause OK 我們用一個dead clause OK 就好像那些 it is 什麼 什麼 dead OK 這樣的句式 OK 這個是最safe OK 三個都是一樣的 好了 然後 然後 在spoken English 我想你三個都有聽過 就是大家會這樣說的 是嗎 OK I suggest you to do something 是嗎 I suggest you to do something OK 在不同的 你可能看電視 或者是聽老師說 或者是 不知道 總之你聽到英文的途徑 我想你三個都有聽過是這樣的 有人會這樣用的 但是 其實 在寫東西來講 在寫東西來講 最接受最正確的 其實只是黃色螢光筆那個 I advise you to做什麼 OK I advise you to做什麼 OK I suggest you to 這個是 這個是 Grammar上 其實是不接受的 OK 但是我想你 又是那句 即是你又常心會聽人說話 你看一些電視的節目 OK 你都會聽到 甚至乎是外國人 都會這樣去講 I suggest you to I recommend you to I recommend you to 在 Grammar書 雖然是不接受的 但是 現在 其實因為這三個字 其實真的應該可以混合 但是 原來 Grammatically 他們混合不合 OK 所以 在日常生活的 Spoken English 大家都會出現這三個情況 都會的 但是 我想大家 就是 現在應該不用抄 是嗎 現在你可以 Screen Cap 是嗎 是 很方便 現在的器材 是嗎 你可以不用抄 你可以 Screen Cap 是嗎 即是拍了一個螢光幕 OK 好了 其實 如果我們要用 Suggest OK 這樣 不會有一個U字 OK 不會有一個U字 OK 那就是Suggest 接著 就是Making 應該看看這句 原句 原句 其實是說 我建議你 Joseph 這麼多女生要去認識 是嗎 但是 你都要 抽些時間溫習 所以 就整個Timetable Set aside reasonable amount of time for socializing OK 那就是說 不如你整個時間表 你可以預留一些合理的時間 去社交 即是跟朋友出去玩 或者認識女生 這些 好了 這樣 在這裏 如果你要用Suggest OK 如果你要用Suggest 其實就不用U的 OK 其實就不用U的 Suggest 其實就跟著一個ing 這個是Grammar書 去建議你這樣用的 Grammar書是教你 就是Suggest 你要跟著ing 的 OK 就不會說Suggest 你做什麼的 OK 你說得這句說話 其實 譬如 你寫這篇文 OK 你寫這篇文 其實你覺得 你不用說 一定要說 我建議你 即如果你寫這一個信 你是Chris Wong 你寫給Joseph OK 然後你給建議 你建議他 不如你做一個時間表 OK 好了 但你覺得寫出來的時候 其實不用說 每一次都說 我建議你做什麼 OK 因為這封信 是Joseph看的 是吧 那你Suggest 可以的 那你沒理由 Suggest給他媽媽 是吧 那你當然是Suggest給他 是吧 所以這個U字 這個U字 其實很多時候 是不一定要的 當我們用Suggest 這個字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建議 那些人去做什麼 或者是 總之看那個人 你要去做什麼 或者 我 我和你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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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Suggest 那我沒有理由 是Suggest給別人聽 我當然是Suggest給你聽 是吧 所以其實 是不用用U這個字 如果你用Suggest的話 OK 那Suggest making a time table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recommend 都一樣的 recommend 都是應該用ing 應該用ing recommend making 同樣 同這個道理一樣 好了 那可不可以用true的呢 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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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mmend 一件事 給一個人 recommend 一件事給一個人 我建議你做什麼 我建議你做什麼 原來recommend 就只是會recommend 一件事 或者一件事給你 OK 所以這個字 這個字 就像是我們 中文會用的推介 OK 應該是這樣寫的 像是我們中文會用的推介 我推介一個時間表給你 OK 又或者是 你喜歡看愛情小說 我推介一個作者給你 OK i recommend an author to you OK and her name is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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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原來這三個字 都有很大很大的分別 OK 是不是很難搞呢 這件事 OK 那第三個點 point three 其實已經說了 suggest after suggest 我們應該用ing OK 但是 only for spoken English OK only for spoken English OK 我們接受 我們接受這個 OK 我們接受通用這個 但是當你書寫的時候 尤其是你說的作文考試 作文考試 你當然是希望 就是用正義 然後老師覺得你 學習很厲害 對不對 其實 所以要認清楚 原來這三個字 是不同的 我想這個例子 就是 這三個字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剛才也說 就是 英文為什麼這麼煩呢 為什麼我們 我經常都說這一句 你不要做翻譯 不要做翻譯 那原因 其實就是 你可以在這裏見到 其實就是 原來三隻同樣意思的字 其實三隻同樣意思的字 在句子結構上面 都可以有不同的 是嗎 都可以是 三個不同的句子結構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其實 學英文的時候 要每一隻字 其實都要理解一下它 不要覺得就是 哦 我懂了Advice 跟著 在今次 今次我們學懂了 我Recommend 這樣 那這兩個字 都是建議 這樣 不要只是知道 它的意思 好了 跟著 我們可以整句 整句這樣去用的 那麼 最簡單的就是 Why don't 通常都是you的 OK 因為這一句說話 通常都是 用在 Spoken English 或者是 又是 我們今天的題目 這樣 寫給一個人 寫信 或者寫email 給一個人 你一定是 在致電 他的 就是 讀者 譬如這個題目 就是Joseph OK Why don't 其實沒有為什麼的意思 Why don't 其實就是 不如 OK Why don't 就是不如 不如你做什麼 OK 不如你做什麼 這個就是 Why don't 的意思 記住最後 後面加個 Question Mark 但這個不是 真是一個問題 這個 其實都是 好像 I suggest 我建議你做什麼 其實只不過是 用了另外一個方式 OK 好了 這個 S其實是 UX的意思 OK 這個其實是 UX的意思 讓我們 一起做些什麼 如果你想和他 一起做一些事情 就 才會用這個 OK 如果 但是你 只是想說 你自己搞定 你自己做個 時間表 自己設定 就是撥些時間 去玩 OK 那就不是 一起和你量度 時間表 那你就不要用這個 好了 這個要回答星星的 OK 這個要回答星星的 OK You Better 這個D Stand for Head OK 這個D Stand for Head 要留意的是 這個不是過去式 這個不是過去式 你不要去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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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字 一定是 這樣用 無論你是 現在 過去還是 將來 其實這個是 將來式 你想清楚 OK 你說這句 的時候 他做了時間表 沒有? 當然沒有 你建議 他做些什麼 所以 怎會用Hat 但是 整個Expression 就是這樣用 You had better 你最好就這樣做 這個語氣 是挺重的 OK 所以打星星 這個是一個 Strong Tone OK Tone 是O字 OK 這個語氣 很重的 OK 這個是 去教訓人的語氣 如果你用You'd better You'd better OK 有一點點威脅 你最好就這樣做 OK 講出來的語氣 就像這個 你最好就要這樣 你才會用You'd better 旗下 所以 如果你要用這個 應該會是 你的身份 不是朋友 可能會是老師 或者是 好像剛才所說 我們在報紙雜誌 寫一些Advice columns 這樣 我們才會用這個Expression 好了 這兩個 有三顆星 為什麼呢 這兩個不是完整句子 What about 或者Why not 跟Why don't 其實是一樣 都是不如這樣做 他們都不是一個問題 都是這樣說 不如你這樣做 OK 但是要留心的 就是 Why don't 是一個完整句子 一個完整的問句 但是 What about 和Why not 你看到是跟什麼的呢 跟Jaren的 What about making What about making Why not making OK 這個不是完整句子 來的 在文章裡面寫一些不完整的句子 可以嗎 Letter of advice 是可以的 OK 因為 剛才都說了 你的語氣其實不是太過荒蕩的 就算你是一個報紙雜誌那些 幫人排難解分的 agony arms 那 你寫東西都應該是friendly 一些的 因為那些年輕人寫信給你說 我有感情問題 我有些困難處理不了 那你都想去聽你說話 應該是 你的身份應該好像一個朋友 沒有人喜歡被老人家去 去 去 他一大輪 所以 寫Letter of advice 那些問題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寫一個說明文 然後 說明完之後 然後 要去suggest 那 那個位置 最好就不要用這兩個 OK 好了 最後 If I were you I would 做什麼 If I were you I would 這個都好用的 OK 因為你會用了conditional的type 2 OK conditional的type 2 OK 用的是一個 Imaginative 記不記得 OK 0123 OK 0123 OK OK 那個 type 2 就是講一些 不是真的情況 不是真的情況 我自己想的 OK 如果我是你 我是沒有可能是你的 除非現在有複製人 是吧 都是科學家自己想的 是吧 都應該真的沒有吧 是吧 這樣 所以 這個一定不會是真事 所以 我們就用 Word這個 term 不是Word 是吧 OK 如果我是你 我就會怎樣做 這個都是很容易的expressions OK 好了 後面 還有一個叫做elaboration 就是去講多次一件事 詳細說明一件事 好 很多時候在給建議的時候 我們都會這樣說 因為你建議了一下 我說我建議製作oso 只要做一件事 然後... 你用例子就會... Can we use the term 是嗎 好 所以… 其實我也想教你 有多少个方法去讲in other words 我想教你四个 除了in other words 还有的就是to put it sorry 打错字 请改一下 to put it differently 用不同角度去讲 用不同角度去讲 to put it another way 都是一样 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讲 用另外一个方法 又或者that is to say 就是我想讲什么 就是我想讲什么 但是请记住 这里讲得很清楚 每一次教一些长的expressions 其实我都很沉气去讲这件事 就是你不要觉得 这些很正 就是很多字 放在自己的作文 好像很正 记住不要不停地用in other words in other words 我希望你整篇文 in other words 可能是两次 ok 第一次可能用in other words 接着可能用第二个 to put it another way 其实已经很足够了 因为我经常都说 你背了那些expressions 其实不止这些 你还有很多其他的长的expressions 譬如form four five 那一课 稍后我们会讲 because的取代品 就是due to the fact that due to the fact that 已经将because 变了五个字 是吧 那现在你这里 又有一些长的expressions 那其实呢 已经很压位了 其实 所以记住 千万不要将这些同样的 很长的expressions 在一篇作文里面 重复用来用去 这个是很令到markers 觉得印象不好的一个手法 好了 接着有一点点练习的 那就是说modal verbs 有什么功用的 那我主要想大家看 右下角这个地方 ok 刚才我们讲的用can could should ok 那些就是 右下角的最后用modal verbs的功用的 那想介绍多两个modal verbs 我们刚才没有讲的 就是这两个 ok 好了 shall we 其实是和why don't 是挺相似的 那都是就是说 不如我们去做什么 多数都是用v的 ok 他类似就是 代替了let's do it ok let's go 这样的意思 ok 那 譬如 这两年没有了oral 可能 很可能明年都没有oral ok 上个星期考评局已经说 研究下年的sba 都streamline 所以很可能 未来三年都没有了 ok 不过 以前有discussion的时候 很多同学喜欢 就是开头的时候 let's start shall we 这样的 记不记得 let's start shall we 这样的 这个其实就是 不如我们做什么 我们开始 不如我们开始 那我们就会这样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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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挺像should的 不过语气比should是重一点的 octu其实between must和should的中间 如果must是strongly advise should就是i advise octu就是something in between 你会用octu 譬如你觉得一些建议是很重要的 ok 如果你想成功的话 如果你想做这件事做到的话 你很应该就是 一定要听我说这件事 一定要这样做的 但是又不像must 那麽令人反感的 因爲我想 我认为你平时日常生活也是 老板呼喝你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他 何时一定要交货 你听到你的感觉都不好 所以我们尽量在later of advice 其实我们都不会特意去用must 这个字 多些去用这两个 如果你觉得一些 advice是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 那你就会用octu ok 好 这个就是想提提大家的 后面有些填充的练习 可以回家试一下 如果你都不太记得这些字 can could may might 它们当中有什麽分别 大家不妨可以做一下这几个练习 答案都连在这 好了 接着我们看看2012年 刚才那个是一些假的题目 我拿回以前 会考或者高考的题目 改的 ok 那我们看看那些真实的DSE的题目 ok 有哪几个有哪几年 其实是考过later of advice ok 那这个呢 不是正式是DSE来的 你看到是2012年的Mod Mod Paper 这份Mod Paper 这份Mod Paper不是 不是 隨便的Mod Paper 这份是考评局当年 在未考DSE之前 他自己出的 所以都很有认受性的 我们看一下那个题目是什麽 你的朋友要面试 ok is going for a job interview 职位呢 职位呢 就是part time promoter ok 那是一间 卖电话 即是违信 那些公司 ok 那呢 就要写 给他个 即是你写给你个friend 那要advise一下他呢 就是怎么样去prepare for the interview and what to do during the interview ok 两个部分 即是说面试之前要怎样 那就去到面试了 那又怎样 ok 那我们看看 时间关系 我不会逐句逐句去说 主要你看一下 我们怎样用呢 深色了那些句子 ok 深色了那些句子 那我们先看一下preparation ok 每一段讲一样东西 每一段讲一样东西 所以他叫我 讲一下prepare 有什么做 ok 就是未面试之前 怎样 那我这一段 ok 那我这一段 我全部都是讲这个 preparation it is always the best thing to 好啦 这个呢 刚才我们没有讲过的 it is 什么 什么 to ok 不过在之前的nooks ok 上一课的nooks 我们已经学了it is 什么 什么 to 记不记得 ok 那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如果你想说 这件事是最好的了 ok 一定要做的了 instead of saying you must 你就可以这样说 ok 你可以说you must go online 但是语气不好 刚才都说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it is always the best thing ok 一定是最好的 就是上网查一下它背景 用should 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是吧 跟着呢 就是不如 ok 不如呢 待会那几个钟呢 去google 一下这间公司 这个呢 ok google 0 是来自google 这个字 我想google这个字 现在大家都懂的 是吧 ok 因为是这个 这个 这个 website 这个都不 已经不只是一个website 是吧 ok 大家的电话 无论你是苹果的系统 还是Android的系统 我想你都是用 google的一些搜寻器 是吧 ok 那么这个字呢 已经演变到什么 什么状态呢 ok 这个字已经由一间公司名 已经变成为一个动词 ok 我们不用用search 这个字 ok 他已经等于search 这个字 ok so If you say I try to google something ok 就是说 我有尝试过去搜寻一下 当然这个搜寻呢 你用得google 就当然是 是说你上网去搜寻 你不是去图书馆 去找那些文献 那样 那你那个就是 你会用search 这个字 ok 但是网上的搜寻 现在呢 基本上你都会用google ok 就是用这个字 来到去代表 ok 来到去代表 就是你搜寻 ok 好了 我们看一下in other words 怎么用 跳到下面这一边 好 那这段呢 都是说preparing 但是呢 不是说你要做资料搜集 不是说只是去认识公司 ok 还在说的是 你都要收拾一下你的样子 是吗 ok 你都要收拾一下你的样子 收拾一下你的outfits 就是你穿衣服的 就是这些三副鞋物 ok 好了 if I were you ok 如果我是你呢 我就会 spend some time tomorrow shopping ok 不如花点时间 买几件衣 don't get fancy looking skirts or sweaters ok 当然不是买短裙仔 买那些卫衣 当然不是啦 好了 instead it should be a bit formal ok it should be a bit formal 好了 这个是第一句 ok 我给的建议就是 喂 要正式一点 in other words 怎么用 in other words 怎么用 你不是去 你不是去说一些新的东西 ok 我仍然是捉住 什么叫做formal ok 什么叫formal 我要解释多些 那我就想说formal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找些东西 you should look for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look a bit more mature ok 你应该要穿些东西 你应该要穿些衣服 就让你看下去 你是成熟一些的 ok 那卖东西 都希望就是 尤其是卖电话 都不只是说你个人很帅 你也要有一些看起来很专业的感觉 现在卖电话的人是很厉害的 ok 我几个星期前去苹果 不是做iPhone 是做iPad 原来里面各个售货员 都懂得做电脑的 ok 他们不单只是卖东西 他还会教你用不同的app 接着会告诉你 你忘记了更新的 所以就怎样怎样 什么事 ok 所以你也要look a bit more mature 就是要成熟一些 ok 好了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想去学会的几个expression 我们今天其实在焦点在两样东西 最主要是怎样去make suggestions 其实最主要是怎样去写不同的见解建议 这个不仅是你的letter of advice才要用的 ok 很多题 很多题都有类似的考法 例如2020年 最近也有同学作了这篇 就是文具谱的题 就是说 你先要解释 就是为何文具谱现在竞争不到 其实就是为何越来越少那些传统文具谱 然后他第二部分就是说 那你要讲一下他们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要怎样生存 那要怎样生存 就是要讲这些you day should 是吧 如果我是那些老师 如果我是那些老师 那不用整天都是you的 你可以说如果我是那些stationary shop owner 那我就会做什么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都是可以在你的其他的文体里面去用 好了 那讲一讲 我本来讲 本来我是打算给唐课 的 ok 但原来说一说 现在都35分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你的google classroom ok 今天呢 除了 待会我会post 这条影片 ok 另外呢 就是 有个小小的唐课 不过呢 我们讲完后半步 看看还有没有十几分钟剩 ok 如果不是呢 就等大家做功课 不过上次的功课就是只有一个人交 中四五那班很好 有八个人 你们这班只有一个人交 快点做一下 麻烦 好了 那这个是2018年的题目 这个是2018年的长题目第四题 长题目第四题 ok 这个worksheet 你可以在中六的 補习班的classroom里面 你见到一个新的post 你可以下载这个pdf 你不用印出来的 你随便找一张单行纸 写完那段 你拍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特意print这个出来 好了 那这条题呢 就是我们 exactly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你呢 是一个雜誌的advice column ok advice column 就是 刚才讲的那些 就是读者会写信过来 就是说 我有什么感情问题 我有什么生活问题 那你帮我解决一下 这样 那这些呢 我们通常呢 英文有个名字 叫做agony aunt ok 就是 专帮别人 在报纸、雜誌写东西 就是帮别人排难解分 ok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字 agony aunt ok 那好了 你收到一个16岁的 叫做JC 一个不知男仔和女仔 ok 那一个读者的来讯 那他就说 我好喜欢小动物 那我一路都好想成为一个兽医 ok 那说给爸爸妈妈听的时候呢 他们就say no 那我就觉得好frustrated frustrated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傲老 或者是 就是总之 不单止不开心的 还有不知怎么办的感觉 ok 所以不只是unhappy ok 好了 那我开了个头给你的 看看这里 由这里开始 ok Dear Jay C ok Dear Jay C ok 好 那我开场白了 这次很简单 没有弄到什么很特别的开场白 ok 主要呢 就想你呢 就是待会要做多下面一段 ok As an animal lover I fully understand your love and passion about being a vet ok 好了 写任何的 无论写给个friend 还是 这个题目是exactly 就写到明 你是写一个letter of advice 写这类型的题材呢 你要记住呢 就是 无论你想赞 即即无论你想赞成他的想法 还是你想谈他的想法都好 ok 你第一件事呢 其实一定是 先认同了他 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社工谈过 或者有没有人是 有兴趣读社工这一科 ok 社工呢 一个 其中一个最 基本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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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首先呢 一个沟通技巧 是 如果一个人有难题 或者如果一个人有一些 他想不通的东西 你 第一时间呢 其实是应该去 重复回他的问题 认同了他 这个是一个问题 ok 所以呢 所以呢 记住呢 就是 你写这类型的东西 一开始呢 多数呢 都是要说 我完全明白 我好 知道你的feeling ok 一定要说这些这样的说话 ok 不要觉得是 哇 有 那么老套 还是什么 ok 所以 写这类型的文章呢 是 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 因为 社工跟你说话都是这样的 是吧 首先都是说 是啊 真的 你真的对了 是吧 那跟着才跟你说真话 ok 所以 我完全明白你的love and passion 我也是有同样的frustration 要拿到同感 要拿到读者的对你 你觉得你是真的明白他 都要去说 我都试过有这样的经历 好了 那用过去式 和用现在式 是吧 ok 去表达呢 就是我以前试过都有这样的frustration 还有呢 用frustration 我特意用这个字的 ok 就是呢 题目用的字眼 我懂不懂得把它转 一些词性呢 ok 如果你想拿好少少的分数呢 ok 你不用一定去想一些很深的字 ok 利用回题目里面的一些字眼 把它可能是名词变动词 动词变形容词 这样呢 其实你已经说到给个老师听 就是 我都挺懂的 ok 好了 那我都有这样的烦恼的 以前 ok 那什么时候 When I told my parents I was going to work for teen Teen呢 是这个杂志名 Teen是这个杂志名 ok 我呢 会做这间杂志 instead of being a columnist in mainstream news media ok 就不做一个 主流新闻的一些 columnist 就是一些 编辑 或者是 评论那些 ok 就是写东西 那些 那就是说 我以前 决定做一间杂志社 不做一些主流新闻 机构呢 都有同样的frustration so why don't I share a bit of my experience with you ok 写这些问题 题目呢 那个thesis statement 很容易的 ok 那个thesis statement 其实就是 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 让我给你一些建议 让我分享一些经验给你 ok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些议论文 其他文 又要写一些很长的背景 各样东西 那就不特别太需要的 ok 好了 我想都要变功课的了 ok 那大家呢 就 要做的就是 我想大家最起码写一段 如果你想写完整篇文 我当然是欢迎 ok 但是我最起码要求 希望今次多些人交 就是 我要求写一段 ok 你写一个suggestions ok 一个suggestions 这里也教了你 如果我想用advise 这个字 我又想说一个建议 不可以one advice 我可以用one suggestions 可以用one recommendation 但是我不可以用one advice 是吧 我要怎样给量词advise 原来我就要用one piece of ok 我就要用one piece of advice ok 我最起码想大家写到一段 所以刚才我设计课堂的时候 我打算给15分钟大家交的 不过似乎我们未必有时间 anyway 待会看看有没有时间 ok 如果没有的 都希望这一两天 大家试下写起码一段 就好像我们刚才 你可以拿这几段 来到去 就是lux的第九版 有一些段落 其实给你去做例子 这三段 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例子 ok 大家可以试下 利用这三段 来到去写回 ok 我们待会 那个功课 ok 好 今天最后讲完的就是 这个grammar subject verb agreement subject verb agreement 好 subject verb agreement 简单的 不写了 掀到后面的版 第十一版 ok 第十一版 好 其实简单的 就是 讲来讲去就是 讲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叫做third person singular OK 我们经常讲来讲 他那个third person singular 第三身单数 要做什么 要加个s 是吧 这一件事呢 讲了很多很多年 你现在读到form 6 大致就是 就是由小学 二三年班开始 因为一年班 还是学着 he should eat and the 最简单的 那些东西 通常都是二年班 开始做句子 那么 开始做句子的时候 老师就开始讲这件事 就是 I go to school 跟着隔壁那个 就是 he goes to school 是吧 如果是I 就是 I go to school 如果是隔壁那个 就是 he goes to school 是吧 这个就是 由小学 初小的时候 一直讲到 现在 为什么都还要讲呢 其实就是因为 慢慢慢慢 你 学多些 不同的英文的时候 一来这件事 好像 不是很重要的 其实 很多时候 老师 去到很后期 去到中学 高中的时候 可能不会特别 再抓你这件事 但是这些 其实全部都是 你要拿 level 2 3 都是不希望 你会错的 就是 你现在要拿一个 合格的作文 其实 要做得到 对的 其实就是 你小学的时候 基本 你学了那些 例如 He She It UV Day 那些 In On At 以及 基本的 时识的 一些结构 所以 在 我们 讲时识 那五条 教学片 OK 那 大家 不妨去 找回那五条 片 不再 不再特别 post 因为很多 不同的 連結 那 那 讲时识 那五条 教学片 其实 第一条 就已经是 第一条 就已经是 教大家 如何 摸回那十二 时识 那 这一件事 其实 希望大家 不断 要去重复 去练习 去做多些 就是 去 背熟 这十二 情况 那些 句识 十二个时识 其实 不止十二个 OK 这里 譬如 我们讲第一身 第二身 和第三身 其实都有三个状况 是不是 都有三个状况 不过很多时候 第一二身的东西 都会是一样 只是 第三身的东西 就要加个S 不加S 那 今天 只是想 重复 一样 总之 一个人的第三身 第三身 我相信你会懂 OK 总之就是 其他东西 不是我和你 OK 不是我和你 OK 所有的死物 你讲一张桌 你讲一个 你讲一只杯 你讲一块黑板 OK 那些都已经是第三身 OK 那些都已经是第三身 OK 那这个呢 就是要加S 是吧 要加S 好了 那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呢 除了我常常都不记得之外 OK 那我们来看看一些特别情况 OK 看看后面那几板 OK 好 这个是6.2 OK 这个是6.2 OK 第一样东西难的 就是 我们 之前在不同的课程 在不同的班 我们都讲过一些长句子的运用 OK 那我们就说 长句子是有三个招式的 是吧 又是加什么phrase 又是加什么closs 是吧 还有那些什么连接词 是吧 这些就是什么组织长句子 那些 我们的基本功 OK 那你看看这一句 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 经常说的一样东西就是 你看到别人的长句子 先不要害怕 OK 你要懂得把它斩件 那我们会发现 其实呢 phrase 或者closs 是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任何地方 总之我想说一下 这个girl是哪个girl OK the little girl 那是谁the little girl 那原来穿着浅蓝色衣服的 和那个网球鞋的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phrase OK 那但是究竟那个s是哪个呢 OK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s呢 OK 就是英文那个所谓第三身单数呢 我们就是看那个s而已 不是看其他东西的 你说那个girls 她穿着十对鞋也好 OK 她穿着十对鞋 还是穿着很冷 所以穿着十几件衣服 都不关事 我整件事都是说那个小女孩 而已 那个小女孩做什么 哭 所以就是is 是吗 因为只有一个小女孩 因为只有一个小女孩 对不对 那这里一样了 我们讲的那些新的董事会的成员 OK the board members 董事会的成员 OK 那我们讲的是新的成员 就是不止一个 有数位新的成员 OK 新的成员 那这些人呢 他们做什么呢 OK 他们做什么呢 这些是额外的资料 总之 哎呦 跨多了 不好意思 OK 这里 他们呢 就投票 不知道投什么 OK 总之他们做了其他事情 但是呢 我 原先那句句子 OK 原先那句句子 其实我只是想说 那些董事会的新成员 是在做什么 是吗 renegotiating their positions 再讨论他们的职位 是吗 OK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一样东西 为什么呢 所谓单众数 其实这么难搞呢 就是我们开始写东西 开始要复杂 多了 我们不只是写说 he is a boy she is a girl OK 如果你写每一句句子 都是这么简单的 he is a boy she is a girl 那当然是不会错 是不是 但是你现在写的中六的作文题目 不是叫你写一个日记 很简单的 请你记下你回学途中 做什么 不是叫你写这些东西 现在要你去评论 要你去 好像刚才那样 去give advice 那这些都是一些 难一点的 深层次一点的东西 你要表达很多ideas 所以当中你会多了很多phrase 或者clauses 是吧 那你就要懂得 就是写完一大堆phrase 写完一大堆clauses 也好 其实你要找回 最原先的那个 最原先的那个subject 是什么呢 对不对 OK 好了 接着这个练习 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 其实就是 我们要选择subject 和选择verb 出来的 都是想你 就是 其实好像我之前设计的那些练习 那样 就是给你一些长句子 然后呢 你找回SVO出来 OK 好了 我们继续去后面 这个呢 6.3 这个呢 如果你有上中四五的第一期 OK 即是放圣诞假之前 我们上的那期 星期六班 我们都已经说过 其实这个表呢 有些字呢 好像是多过一个人的 OK 有些字好像是多过一个人的 尤其是你用some someone 或者是something 是吧 好像有些人 或者有些事 是吧 但是呢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singular verb OK 所有你用得这些字的后面 全部都是用is OK 全部都是用is 这个呢 请大家记住了 这个我们不详细再重复太多了 OK 好 这里 6.4 OK 仍然是第13版 仍然是第13版 OK 6.4 OK 想讲one of the 的结构 有个the 先介绍 OK one of the 是其中一个 OK one of the 是其中一个 想提同学的是什么呢 这个expression 我见过以前作文 其实很多很多同学都用的 这个不是很难的 很多同学都在 可能以前上学 或者报习社 其实你都学过这个expression OK 就是这一堆东西的其中一个 OK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就是总统候选人 OK 总统候选人 其中一位总统候选人 OK 那想提你的是什么 就是 喂 如果你讲得一个人 那是不是代表 你要有几个总统候选人 你才可以讲得其中一个 是吗 那大家同学最常没有了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s OK 最常没有了的就是这个 那你要记住就是 你是讲一班人或者一堆东西 是吗 其中一个 OK 所以 总统候选人 起码都有Trump Trump和Zozo 是吗 起码都有两个 OK 所以 你讲其中一个 那就要 s 但是这个仍然是is 因为你是讲一个在这里 是吗 你是讲一个在这里 那这个就要留心了 OK 接着 好 当我们讲一些量词的时候 OK 当我们讲一些量词的时候 这里没有many和much的 OK 这里没有many和much的 因为many和much 其实和这些东西有些不同 OK many一定是一些你数得到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用many一定是重数 much就是一些你数不到的东西 数不到的东西就当是单数形重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定是用is的 OK 而这个一定是用ah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不用讲many和much的 反而是讲这些字 先拆掉它 画到木树 好了 先用框框框 先用all alot of 或者是some OK 这三个难搞的就是 它可以用来形容数得到的东西 亦都可以用来形容数不到的东西 好 这里有时候会有些分别的 OK 在意思上 在意思上 第一句就是 all of the restaurant was full all of the restaurants were full all of the restaurants were full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句说话 其实不合理的 OK 如果你用一个the加单数词 OK 如果你用一个the加单数词 OK 有一个理解方法就是全部的意思 OK 全部的意思 所以这里是讲全部的餐厅 OK 譬如你说 如果你讲这句说话在香港 那样 那就是香港每一间餐厅都爆棚 都满了 OK 那这件事很恐怖 是 那就是 差不多全香港的人都出了街吃东西 所以所有餐厅都全了 但不是 你加了s 反而就是你固定了一个地方 譬如 譬如 我想说 荃湾广场 OK 荃湾广场 荃湾的商场 其实一向都是很夸张的 OK 是吧 总之星期六日的时候 车位又找不到 接着所有餐厅都排长龙 就算好不好吃都会排长龙 是吧 OK 因为荃湾人太多 但是商场就只有几个 OK 所以呢 你只想说荃湾广场的商场 OK 那你就会用all of the restaurants OK 好了 有时候我们在说同一样东西 但是我们用不同的字 其实已经可以是数到或者数不到的了 OK all of the money money是数不到的 但是all of the bills 是数到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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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当你用 不是all of sorry a lot of OK 当你用这些量词的时候 其实 你要留心的是 反而你形容中那样东西 它有没有s OK 如果money 数不到的东西 数不到的东西 我们当它是单数 OK 同这个是一样的 OK 我们要比较快一点 同第四句是一样的 OK 那就是 又是用字的问题 三分一的人 三分一的人 people 就是多于一个人 总之一群人就是people 那三分一的那群人 那就是 三分一的人口 人口是数不到的 OK 这个字 population 是数不到的 所以三分一的人口 那就是is OK 因为数不到 所以呢 又是回到那样东西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 什么叫做数得到 数不到 其实呢 可以看回我们的中四五的第一期的补习班 OK 你上回到YouTube那里呢 其实你 随便你 在classroom那些video的link that you will find out 我的名字 那你按回我的名字 那你按回我的名字 其实你找回我post上去的那些片 OK 所以很简单的 那 中四五的第一期 其实我们就是很详细的 就是名词 动词 形容词 什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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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 不是很知道 刚才我说的 这个什么 数到数不到 阿sir 很乱 其实如果你觉得很乱的话 你可以去找回中四五的第一期 OK 的第一期 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lesson 2 来的 OK 因为第一堂是讲动词 第一堂是讲动词 第二堂是讲名词 应该 你搜索一下 不知道第二堂还是第三堂 你可以看回 那一堂我们就很详细的讲 就是 英文的概念 什么叫做得到 什么叫做不到 OK 好了 还有少少 我还有一分钟 OK 那 none的东西 完全没有 一定是 一定是 单数词 又不是的 看一看这两句 如果 你说没有一张画 这个处境是什么 这个人是一个画囊 这个人是一个画囊 画囊里面有很多相片 不是相片 有很多油画作品 ok 这些作品没有一幅 是interesting to me ok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原来我用 ease和a都可以 ok 原来我用ease和a都可以 ok 当然 写东西的时候 总之用none 其实不要去扰乱自己 全部都用ease都对 ok 这个一定对 但原来 说话的时候 你会听到人说 总之这里有很多东西 ok 这里有很多 很多张不同的桌 你去到现在家具 选择餐桌 那才算 很多张桌 但是none of the dining table suit our home ok 你都会用 就是一个重数 动词 好了 最后 ok 我们跳到去第16版 ok 第16版 第16版 这里说 如果我们用或者 ok no 其实两个都不是 结构是一样的 我们主要是看这一句 如果你用or 的话 原来我们只是看or 的后面 那个 是单数 还是重数 所以 or my uncle s 或者 or my mother 是is ok 那你就不需要你前面的人 是单数 还是重数 ok 好 最后最后 去到第17版 ok 去到第17版 就是 有s的东西 不代表它一定是重数 其实有两个情况 ok 大家要记住 就是 国家 ok 国家 有几个国家 是有s的 荷兰是一个 菲律宾 是吧 其实usa 都是 United States 是吧 ok 那 它们有s的意思 一是 他们是一些 赌国 就是有好几个 很多很多个赌 譬如菲律宾 就是有很多千个赌 一起 那 usa 就是一个合纵国 是吧 就是有很多个省 ok 很多个州 合在一起 但是它也是一个国家 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is ok 而最后 一些的量词 ok 三样东西 主要 讲钱 讲时间 讲一些距离 ok 就算是多过一元 ok 就算是多过一元 ok 那我们都不需要用重数动词 ok 都不需要用重数动词 那都是用一个singular fifty dollars 一个人 似乎 这里讲美金 当然是 吃一餐 每个人收50元美金 似乎很贵 都是用SIMS ok 好 那刚好 3.03分 遲了一点 那今天 我们就是主要这两样东西 mix suggestions 和 就是 学习一个最基本的句子结构 就是subject verb agreements 那希望大家呢 真是不要再错这一样东西 ok 那 如果你想起码 拿一个level 3 的话 那一些基本的结构 真是不可以再错了 那再提到一次 那记住 就是有一个功课给大家 其下 再一段的 希望大家就 给面子交了它 行不行 ok 好啦 那今天